我们呢,最近是跟前面把后置电源结构的机箱杠上了 好吧,真的杠上了 其实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为大家分享过了KUMA的Q300L 一台可战可握的MATX机枪 但其实Q300L还有一个大哥,Q500L 而这个大哥在外星尺寸上居然完完全全一致 均为435x276x461毫米的长宽高 那么它们之间的变化又在哪里呢 首先Q300L是MATX的规格,边缘下置 虽然内部空空如也 但至少整个结构还是属于传统的塔式结构 当然你也可以让它躺下来平放 接着就是Q500L 内部依然还是空空如也 凸显一个盖 原先下置的电源位被挪到了前面板的后方 以一个挂架的形式,还是凸显一个盖 瞧,这样一变换 主板不就可以支持ATX规格了吗? 这种就是机商大厂才会玩的模块化设计 就好比一压三吃,绝不浪费 能卖两次,但模具几乎没有增加的机会 绝对毫不犹豫 凸显一个盖,而不是 是凸显买的终究没有,卖得金 没有增加的终究没有,卖得金 其实无论Q300L还是Q500L 本身的产品定位和纳薄炉纸片的钢板厚度 并没有什么好拿来说的 吹是不可能吹的 给再多也是吹不动的 但可战可挡的用法还真的就是让老PCDIY玩家 重新拾回了当年放在显示器下面握室主机的那一份 不是情怀 我觉得是安心感 别人不知道反正我自己 巨大的它是散热器 巨大的显卡 这个压弯那个变形 但假设机箱变回了卧室 虽然我知道就算散热器压弯主板 也并不会产生任何实用影响 而且我也知道 显卡那么大那么长 还有那么重 但也没有听说谁时间长了会被压缓 但就冥冥之中的那份执念 那份说服自己 躺着好 躺着一了百了 躺着无比放心 哪怕这一切真的只是 自己安慰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就是4090了 说实话就连我自己家里日用的Torrent Compact都无法兼容Strix的4090 这个小小的Q500居然可以 更别提假设我们要加一个条件 那就是可以放得下4090的卧室迹象 怪怪了 也就卖200多的Q500L 犹如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我们这次玩的是黑色 所以当然是黑天鹅 这是当我们装完了电源 装完了散热器 按照正常顺序 想要再装4090的时候 记得 大家请一定先装显卡 再装点源 最后散热器 就是这样子 没错的 没错的 好多中心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 由于电源前置 加上亚克力车头车板的原因 CPU散热器的风道就算是在一侧加装了14厘米风扇 依然多少有些闷贯的结果 特别是当我们把绝皮不可能由客户买了这个机箱 却塞了一块4090 还要尝试刷码在烤机测试的时候 好了 差不多就到此为止吧 注意 这一期内容真的不是整火 我们这个频道依然希望通过分享PCDIY的不同尝试和开拓心的思路 来让更多热爱PCDIY的玩家感受到玩的乐趣 PCDIY没有固定式的玩法 PCDIY就应该是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的玩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这周内容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周一老时间走上9点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